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又是大家最喜歡的精品包包單元 沒錯,2021最新的春夏包款都在我這裡了 那今天我會分享十款詢問度很高的包款之外 我會分享它的實用性以及它的搭配方法 好,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包包就是DIOR的LADY DELY的藍色棕櫚樹四首包款 這一款在一排的LADY DELY我第一眼就看到它 為什麼它的顏色非常的美,而且很特別 加上它上面是滿滿的棕櫚樹 我覺得還蠻適合春夏的,就是優雅又帶一點點度假的感覺 這一款包包呢,我之前就有測過它的那個容量 它的容量其實真的蠻夠重的 就是包括長甲、手機、行動電源充 然後包括你還有一些化妝品其實都是可以放的進去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有沒有看到它上面的那個金屬 跟以往秋冬的感覺,它們的金屬的顏色啊 就是它有比較淡一點點 以前的那個金屬的顏色是比較重一點點的金屬 但是它是比較淺金屬的 一樣這一款配手提之外呢 它裡面也是有附個寬背帶的唷 寬背帶就是同一個刺繡 上面也是滿滿的那個棕櫚樹的圖騰在上面 然後背面呢也是有秀上PRISTINE DIOR的那個刺繡字樣 這一款為什麼我會想推薦呢?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回頭率很高的一個包款 就是你走在路上大家會 這個是Madee DIOR嗎? 怎麼會這麼的不一樣然後這麼特別 我覺得這一款也滿年輕的 所以呢,也不會太限制說 一定要幾歲的女生才可以拿得其他 第二款DIORW的中型戀帶授拿包 這是一款非常時髦又俐落的一個包款 應該是我的穿搭裡面會比較常出現的一個包款 因為它非常的簡單 上面呢就是大大的滴滴的質樣 那它的開法呢是這樣石頭的 打開 然後這邊再打開 這邊就會有個拉鍊 你要手拿 然後或者是你要掛在這個耳朵上面 變成肩背、側背都可以 這邊的設計呢可以就是讓你在路上 如果有時候突然買一杯咖啡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勾著 然後這樣拿咖啡 所以這個設計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讓你拿的時候呢更有安全感 好那這個中型的呢總共有五個顏色可以選擇 就是有大地色系 然後還有比較挑的一些藍色系的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說像這樣子薄薄的手拿包到也可以裝多少東西 手機 長頰放不放下去 我試試看 可以的耶 AirPods不要裝殼的話 好喔 是可以的 看這樣子沒辦法再裝短頰了 欸 剛剛好 示範一下它背起來的感覺 它的長度剛剛好就是到非常合適的地方 大概在腰部這邊就是不會過長 然後也不會過短 對我來說是個剛剛好 而且它的那個皮質啊 看起來是非常好 它的皮質是牛皮的 所以呢我覺得背起來啊就是 整個人質感大大的加分 OK好 這就是我的第二款 第三款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手上的小可愛 沒錯 這是Lady Dior出的一個非常迷你的化妝像 它除了這樣可以這樣子拿之外呢 它裡面還有附一個這個長背帶 它這個是可調式的這個背帶 我自己會喜歡就是這樣子 斜側背 斜跨背 其實它也可以剪背或斜跨背 你可以穿一件白色的洋裝 然後可以就搭配一個小包包 這樣子 那我打開裡面給大家看一下 我裡面裝的些什麼東西 第一個 我裡面裝了一個氣墊粉餅 一個眼影 唇膏 可以到兩隻 如果是簡單的外出啊 或者是 要一個週末的小約會啊 我覺得這個是OK 所以它是一個蠻隨性的包包 雖然它就是不能裝很多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是可以任意搭配 然後搭配不同的洋裝啊 或者是你要T恤加牛仔褲 我覺得也是很OK的 這一款的話 妝像呢 如果各位覺得太小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他們這個 Dior Travel 本季新推出的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有八個顏色可以選 一樣是用柔軟的羊皮去製作的 這一款呢 我覺得你就可以搭配比較 雪紡類的衣服 配上這個 是不是非常的搭 好我來打開一下 它裡面可以裝多少東西 內有一個阻隔層 然後可以容量一支手機 AirPods一支恐紅 大家最在乎的長夾 它也可以放的進去 系列粉餅 以及眼影是OK 那它的內裡呢 其實它是有兩個鐵帶在這邊 如果你要放什麼卡片啊 或是比較重要證件 其實這邊是都可以放的 接下來是Cucci的這一款 Jeky的包包 這一款呢 之前如果在我的IG 應該都有看到我背它的另外一個色 就是它的基本款的那個圖騰 上面都是雙G的LOGO那一個 但是呢 他們這次出了一個環保丹寧系列 最大的特色呢 是它在製作過程中 對環境是非常友善的 全部都百分之百都使用 有紀念 就是非常的特別 那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丹寧的元素 在任何衣服上啊 或是包包上的人 如果有人背這一款 我一定會馬上回頭看的 因為這一款我就又復古又時髦 就像我剛剛說的 襯衫白襯衫 它在單領的這種包款 搭起來就是很好看 那我手上這一款呢 它算是小小款的 那我之前在IG拍的另外一個顏色 它也是小款 但是它這款有出一個迷你的 來吧 迷你的 是不是很可愛很Q 差別在於這一款呢 它是可以這樣子手拿 然後還可以這樣子 腋下這樣背 腋下這樣背 我覺得是最喜歡又好看的 另外呢它裡面還有附一個 就是長背帶 所以呢你就是把這個背帶 再加上去之後 又可以變成斜花背 那迷你的呢它就沒有了 它的背帶就直接是長背帶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這樣子斜花背 這兩款寶寶的那個大小 我一樣會實測給大家看 這一款的那個容量呢 在上一集的精品寶寶分享 已經分享過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上一集看 那小的呢可以裝些什麼呢 剛剛我蠻意外的 我以為它不可以裝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是可以的 它的扣子 再跟大家分享 它是這樣按 然後它就彈開 這樣子打開的 好 它可以裝一個 短頰 AirPods 大的這一種 那它就是在乎的手機 那我剛剛換了一隻比較大的手機 我裝12 Pro Max 是可以放進去的唷 所以我覺得大小 比我想像中的還可以裝的 下一個Fendi 就在我身上 它們最新出的半月包包 它是一個皮革設計 然後旁邊有最經典的 硬直的帶帽 在這邊 其實我自己個人 蠻喜歡它這樣子的設計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拼接起來 我覺得它蠻有那種古典的感覺 它這邊旁邊的接縫這邊的細節 我也覺得做得非常的美 雖然它是半月型包包 但是我覺得它裝東西呢 我覺得也是還蠻OK的 這款包包呢 總共是有七個顏色 那這款包包的大小呢 我剛剛也試裝了 我覺得還不錯 裡面可以裝一支 12 Pro Max 就是最大的手機 然後呢 氣墊粉餅 基本的口紅啊 然後AirPods都可以裝進去 打開來呢 你可以看到Fendi的那個壓紋在上面 然後它是一樣是磁刻的設計 它是蠻輕巧的 這邊的那個肩帶啊 它其實是可以做調整的 所以呢可以依照你的身高啊 去調整這個長度的 它裡面有小鞋的內袋 然後還有一個隔層 雖然它小巧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很多細節都做得非常精緻 還有非常多巧思 剛剛一開始是斜跨杯 其實呢 它也是可以兼杯 以及 你也可以很隨性的把袋子放下去 然後直接手拿這樣子 也是很好看的 所以Fendi這個包款呢 我覺得還蠻適合上班族啊 或者是一些年輕的女性啊 我覺得拿起來是非常有火力的感覺 下一個是KOLY他們主打的小青青包 這名字是不是很可愛 它上面的手把 這個金屬手把這個地方 它有點做得像一個嘴唇的形狀 所以它的小青青那個青 是青紋的青 那另外一個青的意思是呢 這款包呢它非常的輕 整個包款是非常輕巧 然後又可愛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這整個是小牛皮的皮革 去做整個包身 那它是非常柔軟的那種小牛皮 然後上面是個金屬的手把 我覺得還蠻喜歡它這邊的設計 這一款也有蠻多的顏色可以選擇的 這個顏色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綠色 因為想說唇下 大家應該會想要來一點比較跳遠的顏色 它這個背帶呢 是可以拆掉的喔 所以它不是那種可以 不是那種固定在上面的 所以它可以肩背 鞋跨背 或是你要收納 這個Kiss Bag呢 我覺得它看起來小微小 但是我覺得它還蠻耐壯的 因為它的旁邊的厚度是夠的 所以真的不要看它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小小的 我覺得它的容量是非常好 是非常OK的 我剛剛想說搭配 我剛剛就覺得 其實像這種千鳥格紋的套裝 或是短褲啊 搭配這個就是蠻蠻適合的 上面其實我覺得 就可以搭一個那種很簡單的字母皮 然後搭配這種 像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就很搭 所以這款包包 我覺得它的實搭性還蠻高的 下一個是可以近期夯到一個不行 不管是代購啦還是IG 還是就是在我的Facebook划 都會划到這一款 無敵脫脫包 這一款呢 其實我在幾個月前經過櫃位的時候 我就叮到它一下 我就覺得這款好可愛好特別 就是第一次看到可以出這種 反覆的脫脫包 聽說現在訂購要等兩月才拿得到 那它還有這個迷你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大跟重的 我很喜歡它這個亮面的小牛皮 跟它這個反覆紙袋 這樣子的呈現方式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背出術就蠻亮眼的 那它的空間容量大家一定都 大家應該都不用懷疑 因為像這種脫脫包呢 就是很好塞東西 但我聽說 學問度最高的是迷你的尺寸 大家看一下內裡的樣子 它裡面內裡的樣子 然後旁邊會小小的格子帶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同款大的也是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入手精品的 就是第一次想要入手精品的脫脫包 然後你預算大概是在三四萬塊左右 我覺得COLICE這一款是非常好的選擇 但是呢就是非常的難買到 可能就是要排隊才可以買得到 下一個是COACH的SWINGER手帶包 那這個手帶包呢 我之前其實就已經分享過了 那這個大小其實是再更小一點點 所以呢我想說 這款它實用度還蠻高的 我想說再小一點點可以裝些什麼 那待會跟大家分享 這款包包呢 它的手帶 它是用棒球手套的柔制皮革去製成的 然後就覺得 聽到棒球手套好像很重 但是不會 它非常的輕巧 非常的小巧 然後它可以當手拿包 也可以當作腋下包 然後它這個手把的地方 它其實是可材式的 所以呢你想要換長的背帶 就是家裡自己有的背帶也是可以的 它這邊的開扣設計呢 是非常特別 它是那種轉扣閉合色 就是這樣子轉開來 然後再把它打開 這樣才可以把它拉開 它這邊有個三個卡片擦槽 所以呢你就算不帶錢包出去 你也是可以直接單實用這個出門 好馬上來實測一下 這個比較小版的SWINGER手帶 可以裝什麼東西 手機 是2 Pro Max 就是最大的那一個 可以 欸其實我覺得 照完一下手機的方法就很ok了 然後小東西 氣墊 零錢包 其實小零錢包就有一點一定了 除非你有在比我這個零錢包更小一點點 那基本上手機 然後如果你放棄氣墊本補的話 其實是可以放得下那個小零錢包 所以基本上那個外出的東西 它都是很ok的 好 最好取還有一款包包 我想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手上這個 耳狗手帶包 那這一款包呢 台灣目前還沒上市 但是快要上市了 所以喜歡這個包管的人 你可以就是 好好的鎖定一下它上市的時間 這個包管容量真的很大 我真的很推薦就是像媽媽 像我有時候外出 你要酒精獅子精啊 或者是你要手機 又有小孩的東西 然後一堆東西的時候 這種包包就是非常適合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邊的 就是這樣子 大挖口的這個設計 因為有一些肩背包 可能它這邊做太短 會看起來很別的 它這邊大挖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就是比較隨性 比較歐美感的感覺 它的logo就是只有在這個金屬的上面 以及它旁邊這個標上面 我覺得算是一款滿低調的包包 打開給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這樣子拉鍊 這樣拉開 裡面的禮布我非常的喜歡 做得非常的有質感 我喜歡這種禮布 然後它有一個拉鍊的袋子 這邊可以裝東西 另外一邊呢有一個小小的隔層袋 但是它這個隔層它還有在做個扣子 怕東西掉出來的 這個是13吋的筆點 我再實測一下看看 可以 但是沒有辦法把拉鍊拉起來 欸重點是 我剛剛發現 它這個底部有做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的包包有點重量的話 通常這邊會有種沉下去的感覺 它是沒有沉下去的感覺 整個包包還是挺挺的 如果愛大包的你呢 我覺得這款還蠻推薦的 而且它還有五個顏色可以選擇喔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Malatino的包包 就是我手上這個Romanstar的手提包 這是他們2021最新款的包包 那這款包的特別地方呢 就是這個特大版的錨釘 那這個特大版的錨釘呢 我覺得拍照效果非常的厲害 這款呢 它是手提的 它手提的只有四個顏色 有黑色啦 有黑白 還有綠色跟粉色 它的開頭是用轉的 它是有兩層的 一邊是轉開來 另外一邊呢 就是此刻的設計 裡面它有一個合成帶 像這種黑色錨釘呢 我就覺得比較有個性和帥氣點 所以搭配我剛剛搭 裡面也有搭到這種黑皮外套 這種黑黑紅色系的穿包 我覺得也很好看 那白色的呢 我覺得雖然是有點帥氣 但是還帶一點優雅 這一種呢 我們搭洋裝也可以搭 一般護妝的時候可以的 同個系列呢 他們除了提這種手提的 也有出那一個仙蓋式的 對吧 仙蓋式的 OK 如果有follow IG的人 應該都知道 我有這款包包 我就隨便穿一個黑色的連身褲 意外搭起來的好看 意外的好看 那這款包包呢 真的非常多一眼載備 比如說有 安傑莉娜球莉 然後還有木村光希 還有孫恩啊 就是很多韓星日星跟歐美的好萊塢明星 他們都背這款包 後來我就覺得 為什麼那種都喜歡這款包 因為他拍照效果真的非常好 而且他又很大 容量非常好裝 而且他的背法也蠻多的 手提還有腋下包也OK 然後他這邊有附個背帶 但他的背帶這個是金屬 就是五金金屬的 他也可以鞋尖啊 鞋髮背或者是減背都可以 所以他也是一款非常多背法的一個包包 以上呢就是2021春夏許溫度 以及回頭率最高的包包們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支影片囉 掰掰 然後你 focuses從小的 binder 挺熟透的